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感恩法师能够为弟子们开示 平时真的很喜欢听月光共学 每次也是非常的受益 弟子对那个一切都是分别心安利 本来是一种无名的习气 突然转为真的可以来修行 就觉得很欢喜 然后呢就是想请要法师 就是比如说老师来的多伦多 弟子们都很想见老师 那我们怎么利用好这个分别心来去做益 来去种这个因 然后可以赶得老师来献产加持弟子们 就那句话我跟大家说明的时候 我为什么说我都还没学会这样 大家先听听这个解一个善缘 那个是应成派主持的一个结论 因为分别心安利这个内涵不容易理解 因为一般人一开始听分别心安利 听着好像变魔术一样 我心想事成我心要他干嘛他就干嘛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像我们想象这个意思 如果你要我讲那个分别心怎么安利的话 就是你的心只要先安利的一个善因 就后面一定会安利一个乐果 你的心只要安利的一个苦因 后面就一定会安利出苦果 这才是安利的道理 好 所以那个安利的特性跟特征呢 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这样 好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还没有真正了解空性的这个内涵之前呢 中大师就一直在强调 从身心业果趋入 从身心业果趋入嘛 就是你的心面对境界 就是我刚讲的 你的心面对境界造作了一个善因 好 他将来就一定会安利出乐果 你的心面对境界造作出一个苦因 将来就一定会安利出苦果 这个才是安利的那个 一种真正的作用跟特色这样 所以 想要遇到老师 好好的修这个善事相应法 好好的修一纸法 老师在离开批岛前 那时候特别把岛上的这个比丘尼法师 全部都找过去 跟大家一起见一次面 那次比丘身团的法师都很羡慕 因为我们就大法堂那么大的地方 大厂店还没盖出来 大师游楼还没出来 大法堂那么多 然后全部比丘尼法师都到了 所以大部分的比丘法师都是 都是没办法进行听的 好 那我刚刚很幸运还可以 这个在旁边凑着听一下 我就记得老师那时候 对比丘尼法师就说了一段 老师说 要很认真的修善事相应法 如果你们很热烈的修善事相应法 有的时候 我的脑海会浮现起你的脸 老师这样 这样子跟比丘尼法师讲的 我在旁边偷偷听到 在偷偷跟你们讲 好 然后你在修的跟着一眼 就不只是老师脑海会陷起 你也可以就真实的见到老师 一定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 我有一次是下试者 没再当到试者 很多人都知道我当试者 是那种七下八上的 就是上上下来好几次 师父就一直这样调整我 就有一次我下试者 我不是试者 所以没办法那么常常看到师父 但是有一次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是修行念恩吧 然后就很想念师父 很想见到师父 就我现在非去见师父不可 我就鼓起勇气往师父的房间那边去走 就走到楼上 经过试者聊到时候 我就顺便跟试者打一下招呼嘛 说这个可不可以看一下师父 然后那个试者的法师就跟我说 师父去台北了 不带风暗室 那一师说你在风暗室是绝对看不到的嘛 对不对 我就很讶异 可是那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看得到师父吧 师父看到我应该会蛮高兴的吧 就这种感受很强的 那我也不知道 那师父去台北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就准备一下了 结果准备一下的时候 一转身的时候突然 瞥见他桌上 我瞥见他桌上有一张非常大张的 师父的法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是师父在第一次常做法会的时候拍的 师父穿着那个 这个灰色的钟挂 好像特别戴了一顶 宗那师的黄色的通人帽 手里还拿着领处 那张照片在生团里有流通 居室里面可能流通的不脱 但是那一张好像是特别被 被重新重新重启放大很大的一张 可能有A4那么大 就放到那个法师的桌上 我一看一经过一看 哇 好大的一张法照 是不是这个法照真庄严啊 我就这样赞叹了 结果那个适者法师马上就跟我讲说 你很喜欢是不是 人家刚刚送我的我送你好了 我就拿到师父的法照 下楼了 我很高兴啊 没看到是我拿到师父的法照 结果我经过我们放在室 那个大殿门口的时候 另外一个法师从对面过来 那是当时我们管库房的法师 他现在已经元节 他叫如智法师 他看我捧着一张法照 他看到也说 哇 你这师父的法照好大 好庄严啊 我说对啊 我刚才拿到的 这个觉得很高兴 然后他就说 我今天整理库房 刚好发现有一个项框 可能跟你这个刚好大小够哦 他就这样说了一下 他就马上跑去帮我拿过来这样 然后一装马上就 刚好 所以呢 我那次从我疗房离开 我虽然没有真的见到师父本人 但是我很欢天喜地的 引起了一尊 很庄严的师父的法照 重新回到我座位 供在我的佛看上面 那你说我见到师父没有 对啊 这是我自己的真实的经历 我现在就是晚上就把我合不来的 对啊 这就没了 有什么事情 没了 对啊 台湾